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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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继续 这个世界 还有一线曙光 还有 一个希望 如果这个没有 可以说 整个世界陷入于暗 这个我们一般人 是无法体会 也无法理解的 为什么 迷得太久了 特别在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丢掉一百多年 盲目的向西方 来学习 现在世界的问题 越来越多 越来越远 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解决的方法 都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我们 真正深入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 如是道的经典教义 你再去看外国人 跟他们谈话 跟他们交流 实在我们会觉得 很可怜 现在更可怜的是中国人 自己老祖宗的东西 自己老祖宗的东西 不认识 那么还刻意 要把它丢掉 要把它除掉 那比那个外国人 更可怜 现在还是有一些外国人 他们 意识到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但是他们很想来了解 很想来接触 但是不得其门而入 他们想 他们想了解东方的哲学 那么 到东方来 找到中国人 中国人现在都不学 甚至比西方人更不懂的 中国传统文化 那他来写什么 这些善知识 没有 所以 不得其门而入 现在为我们敬老和尚 这个宏法的 系统 真的还是 存在一线俗话 那国不率安排到 联合国教科组织 这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啊 也沉入老和尚讲的 以很多单位 很多人想进去 但是也没有那个因缘 他也没有想到 我们有这个因缘啊 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所以他老人家非常珍惜 但他老人家已经93岁的老了 所以这次找我去 也是临时的 急着找我去啊 他也意识到 年岁大了 必须要有接班人 接班人会很重要 所以这次也录了 这个 我们大家 一定要知道 我们现在 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大家 在前台后台 上台上台下 大家做的工作就是 付出我们敬老和尚 这个 宏华的诡大事业 大家一定 对这个要认识 认识清楚 才知道 我们现前做的事啊 是无比的疏碎 也无比的重要 也无比的艰难 艰难啊 总是要读工 那么我自己个人啊 总是一口气在 一天说一天 做到这一口气没有了 那就换别人去做了 所以这个也是要列入侨带 这个大家 要同共发心 要知道 为谁而做 为何而做 我们要在做什么 它的意义 它的价值在哪里 它的意义啊 价值就是在拯救世界人类 避免灾难 特别这次我们牢上啊 也特别看到这个 全球软化的这个科学报告 那么这科学报告啊 也有两方面的说法 一方面就是二氧化碳太多 造成软化 一方面也有人说啊 哎呀这是政治人物操纵 那地球本来它就 到一个周期一个时间 那自己就会软化 各说各话啦 那么不管怎么说 那软化 那这个是事实嘛 那软化会带来什么结果 那这个也是事实嘛 所以大家问到这个问题啊 老上就讲了 讲到一个重点啊 就是人心造成的 人心不善造成的 所以这个要改善啊 还是要回复到人心 这方面来 所以老上 我讲 教徒观音签 说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来 化解这个灾难 我徒了两个卦 那两个卦呢 第一个是二十六卦 第二个是第八卦 第二十六卦就是 先祖知音事 我们祖宗啊 值得很深厚的音德 那这个 根据这个卦的意思啊 也就是要努力去弘扬 我们老祖宗的 春龙化 如是道 文理道德 因果教育 人心改善啊 这些灾难自然就化解 实在讲啊 灾难都是人制造出来的 但现在人啊 就是不负责任 都把他推给来啊 什么自然啊 那什么自然啊 人啊 自己所作所为都不负责任 推卸责任 生态人都是这样 制造出来的问题 推了一干六净 那这个就是不信因果 大家读泰山展应篇啊 不 多了 你慢慢在看这个世界啊 你就越来越清楚 我爸我就在面前了 那么你向西方学 到底 大家都都有好处吗 还是 大家都 没有好处 是双赢还是双输 所以我们今天回来 做长荣回来 看到机场一大堆人 今天 听说罢工 那罢工 伤害的就是这些无辜的理客 看了机场 一堆人啊 很多人啊 三四千人 这个航班都要扣白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他有急事 那你单路人啊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冰果怎么算 你得到了好处 得到了利益 能够去弥补 你造的这个业 这个就是 问题都是摆在眼前 勞资双方啊 都有问题 都没有些人理道德因果教育 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最近大陆有几个企业家 你看 苏州固德无恋无济世 你看他们劳资双方 就像就是一家人啊 老板啊 他照顾员工 甚至照顾他的家属 甚至离职了 他都照顾 那么这个 员工啊 也懂得回馈 公司有困难 大家呢 把他撑下去 所以勞资双方 他是一体的 不能对立的 双方面啊 都要互相照顾 这个公司团体 他发展才会见起 不能指 老板不顾员工 员工不顾老板 那这个一定会主任 所以双方面 这就对了 所以这个 都是传统化 日本那个道生而乎 他也 也是学中国传统化 所以日本航空快倒闭了 请他去接 他把他救回来 他怎么救回来 他还是用中国传统化这一套 把这个员工当作一家人 公司有盈利 那员工你第一吧 大家 温福利啊 那第二个就是顾客啊 第三才是公司啊 要大家没话讲 所以把那个平陵倒闭的日航啊 起死回生就回来 就是中国传统化 那洋人他无法去理解这个 那现在这个罢工都跟洋人学的嘛 以前哪有听说这些 以前大家抢着做都来不及啦 还罢工 所以这个 都是不学传统化 文理道德英国教育 这世界啊 越来越乱 越来越不好 灾难就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 我们敬老头上 我们这个道场啊 就是顾持敬老头上这个洪华 这一个后勤单位啊 所以大家做的这个事情啊 都公不堂前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我们做的都是 这个神圣的使命 大家要有使命感 大家也一定要认识要了解 那不然你说做做做不想再做什么 为谁而做为何而做 做这些意义在哪里 价值在哪里 都搞不清楚 这个就不行 一定要明白 那么我们做的啊 才会 越来啊 越伐喜 不会越来越振扎 信心啊 越来越坚定 前途啊 越来越光明 好 今天 就跟大家 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 工作愉快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并套 老婆 老婆 跟您 除非 说 老婆 好 保护 所以 有 要 比赤 叶笼 可 仰